信心的呼喊 不是愁愁的呻吟 也不是失望的哀气 在许多耶和华的奥秘中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信心的呼喊更宝贵 耶和华小裕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他不是说我将要 他乃是说我已经 耶利哥城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了 现在只叫他们去占领就好了 但问题是如何占领呢 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神又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 没有一个人想到呼喊会使城墙倒塌 可是他们得受的秘诀却正在呼喊之中 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 一个敢在毫无胜利征兆的时候 单凭神的话 向神索取所应许的胜利的信心 于是神照他们的信心 给他们成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